一次退選一次落選 事實上我心路歷程 當然是很艱辛 但是我非常感動的是 雲林的鄉親 從來沒有放棄過我 那也一次給我很多很多的鼓勵 如果沒有前面我哥哥的努力 大概也沒有今天的我 我說這個政治好難 希望就是說 複雜的工作簡單化 如果你要被這些干擾 或是有太多這種政治思維的話 你是沒有辦法把事情做好 精彩內容 請鎖定選站最期限 再次採握 我是在置信